朋友们好,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聊俄罗斯的将军们 失踪的将军们,或者被炸死的将军们 有昆军的,有陆军的,有海军的,等等等等吧 这些呢,都没消息 最近呢,当然,乌克兰的将军们 也讨论的比较多,我们再聊聊扎禄日内吧 就是乌克兰的将军们 乌克兰也有很多的将军,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那么两三个而已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扎禄日内,还有就是谢尔斯基 还有就是布达诺夫的将军 可能知名度是比较高的 最近,大家说的比较多的,主要是布达诺夫将军 跟扎禄日内将军 现在不管推特,还是其他自媒体平台的 一些账号的博主们一直在讨论 扎禄日内被泽禄日内解职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呢,就想从政,就想以军人的身份来从政 但是呢,这在西方是大忌 即使美国有些总统,像老布什啊,他们都有服役的经历 但是呢,他都是退役过了多少年之后 然后呢,再进入政界,然后再竞选总统 就是现役军人,你是不能够当政府首脑的 甚至连国防部长,你都是不能当的 这一点,扎禄日内是相当相当清楚的 因为他的理念,实际上也是欧洲的理念,美国的理念 所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关于扎禄日内跟泽禄司机 他们的谣言是特别特别的多 关于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多很多的谣言 就是我以前给朋友们推荐过一个网站 叫stopfake.org 这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介绍 那,这些造谣的账号啊,他们呢,还编出了很多很多的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桥段了 就是说,这个泽禄司机不喜欢扎禄日内 要把扎禄日内给解职了,解职了之后呢,首先说 是一个女的,我也没记住她的名 因为那个推特很快就没有了,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当中去了 后来呢,又盛传说是扎禄日内下去之后 基里洛·布丹诺夫要上去,这更是扯了 布达诺夫的专潮啊,人家是做情报,人家喜欢做情报 而且在情报里面更容易出成绩 不管怎么说吧,布达诺夫都不大可能去接扎禄日内的班 即使扎禄日内,因为出了意外,瓦罐难离,井口珀,将军难离,郑前王嘛 他也是将军,所以如果他出事了,或者是,不管 以什么方式出事吧,接替他的肯定也不是布达诺夫 很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恩师,就是希尔斯基上将 好,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扎禄日内 他最近有些什么活动吧,他要通过自己的活动 来证明他就是还在任上,而且呢 还继续要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他呢,就是在今年2月1号,2024年2月1号 接受了美国媒体CNN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当中呢,他就提到了 乌克兰在2024年的三个军事重点 这军事重点之一呢,就是构建军队高技术的体系 主要是装备体系,主要是引进西方的装备 引进更多的M777炮啊 法国的凯撒啊,PCH-2000啊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导弹 空军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实际上争取的F16战机 以及F16所带动的一整套的作战体系 甚至有可能得到法国,英国,挪威的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作战飞机,直升飞机啊 等等等等,这些装备都是新的 都跟他们原来在军校学的那些装备体系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这些呢,他们就要,以后就作为乌克兰的重点 整个就去苏联化,去俄罗斯化 就是从装备上,人家先谈到了第一个重点 就是构建新的高技术装备体系 当然这里头也有乌克兰他们自己的贡献 比方说,无人机作战 这就是这一两年来,乌克兰打的最好的 最出彩的一种装备嘛 第二个呢,就是引进新的训练和战争理念 这当然就是说,你把原来 在什么弗龙之军校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军校 就是在苏联体系那些军校的那些 思维模式,全部要干净 你就要完全的用欧美式的 那些思维模式去做 就包括各军主的配合啊,跟情报部的配合啊 后勤的物流啊,等等等等的 所有所有的都要跟过去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新的训练和战争理念 第三个呢,就是尽快的掌握新的作战能力 就是把前面那两个都综合起来 最后变成战争能力 变成战争能力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胜利嘛 这三个重点做到之后,很快就可能会取得胜利 这三点如果做不到,那可能就是 还得等着把它们做好了才能获得胜利 这就是一个大将可以说的话 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再拿戳两刀子 明天再拿踢两脚 这不是他可以干的事 这是布达诺夫可以干的事 好,那今天这视频呢,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